五玉都是那个刀上的蜜 都是带来痛苦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痛苦 世间的贪心就是一种浴火 那个浴火就是痛苦 哪里有什么快乐 你有个伤口 在伤口上敷点药 那叫快乐 众生的快乐全都是这样子 先有苦才有乐 先有痛苦 然后满足这个痛苦的时候 就觉得是快乐 等这个快乐又得不到 继续满足的时候 后面有更大的痛苦 没有什么乐 这个快乐本身就是坏苦 而不是说等这个坏苦结束了以后 才是坏苦 坏苦结束了以后叫苦苦 坏苦加上这个变灭 就等于苦苦 前面是苦苦 苦苦以后才有坏苦 苦苦加上这个痛苦的一种环节 又变成坏苦了 坏苦的变灭又变成苦苦了 所以说这个苦苦和坏苦就是在不断的转变 并没有乐 这样子的 但是世间的凡夫 二十岁啊三十岁他认识不到 但是四十岁你应该认识不到 一般来说是这样 人生到四十岁应该不惑了 应该不会再与此到那个 连什么是苦都不知道 应该知道 人世间都是苦难 没有快乐可以 有什么快乐呢 四十岁如果还能悟不到人生的这个真理 这个苦地啊 还看不透 你说你就还没长大了 白白地过了 就像动物一样在那里过了 没有思考过人生 明镜与点点栏目